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也是很多朋友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移调 移调 在FL Studio 里面移调 其实用笨的办法也其实也不是那么笨 用不笨的办法确实非常方便 这个话是不是说的一句会废话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弹一首歌 比如说你编曲 你是拉C调编的 编的歌全部做好了 然后歌手来一唱 觉得低了 或者觉得调子高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移调 移调的话 我们肯定不会能重新编了 对吧 我们直接去把音符拉高个半音 或者降低个半音 去配合歌手的音语 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用这个 然后我们输入一些音符 现在是什么声音 这也行 我们来一个 走 好 好 好 我们走一个合声进行 好 然后我这个不是编曲 我就简单的随便瞎弄了 然后我们选一个 这个什么音色 不好 不好 我们选一个plug的音色 好 我们选了一个plug的音色 然后我们放在这一轨道当中 可以 我们 好 我们来听一下 好 现在我们这个是一个是我们把这个声音调低一点啊 现在我们这个是一个C调的一个啊这个合成 这个时候我们给歌手 歌手觉得啊 高了 我唱不了 对吧 当你我今天举例子可能就拿两个例子 你可能编曲的时候有很多很多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功能 整体的去移调 正常 如果笨的方法吗 你就是 慢慢的移呗 对吧 这边移完了以后 接到下一个轨道 接到下一个轨道 然后也是移 移 对吧 慢慢移 对吧 当然我们今天如果是讲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们讲一个什么方法呢 是一键就可以去移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把它选择住 如果你有多轨 有很多轨的话 你要全全把它选住 然后这边有一个translate selected 选择 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想升高两个半音 你就输入这个 它就升高了 刚才我们在这边 现在跑这边来了 记住 我们就音符了 然后如果你想 降低两个半音 还是选择这个 选择一个 比如说我们降低四个半音 选择负4 降低点 它就下来了 是不是非常快 就不用那么傻的一个音一个音的去移动了 对吧 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助你在编曲当中 大量的节省时间 好 我们的视频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